哥斯拉猛然一口原子吐息打通了半个地球 片刻过后 手持能量巨斧的金刚从地心通道降临 两大蛮荒巨兽的较量再次展开 金刚率先起手 一个力屁划伤过去 但被哥斯拉躲过 斧子卡在大楼上 哥斯拉趁机发动了反攻 金刚索性放开巨斧 转身一个肘击 哥斯拉还想拉开距离 金刚猛然一个借力上去一顿爆锤 哥斯拉被打得拎头转向 刚张开嘴想要原子吐息 金刚抄起巨斧就给他强行做了个核酸 这下是真不能忍了 金刚刚挡住原子吐息 哥斯拉已经猛扑过来 转身一斧子过去 没想到哥斯拉根本不管不顾 一口扯下腿上的斧头 随后开启了横扫模式 金刚躲避不及毛都差点给烧焦 哥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下金刚抓狂了 还没打完你笑的毛线 几个闪现巨斧再次回到手中 虽然轰飞了哥斯拉 可巨斧的能量已经全部耗尽 就在两头蛮荒巨兽两败俱伤的时候 更恐怖的嘶吼出现在战场 这是人类利用远古哥斯拉化石制作出的机械哥斯拉 可哥斯拉的强大基因根本不受控制 但巨兽的存在就是对哥斯拉的挑衅 他暴怒地发起了冲锋 机械巨兽也发现了对手 放出了大量导弹 可哥总根本不在乎 顶着炸弹猛扑过去 然而下一刻 机械哥斯拉背后引擎蓄力 暴起一击反而将哥斯拉砸飞出去 很明显 仅凭肉博哥总并不是对手 被按住一顿爆锤 哥总拉开距离释放出原子吐吸 可机械巨兽也释放出了吐吸 而且能量更加强劲 哥斯拉被按在地上摩擦 眼看就要被大蟹八块 金刚及时出现 手持巨斧一刀刀砍向钢铁巨兽 可无奈失去能量的巨斧杀伤力不够 反而被机械巨兽狠狠地压制 地上的哥斯拉也发现了这一眼 一口原子吐吸过去 目标却不是机械哥斯拉 而是金刚手中的巨斧 只片刻功夫 能量就达到溢出的状态 垂死的机械哥斯拉还想挣扎 可毫无意义 金刚暴怒地扯下了他的头颅 在镇边的幕后中宣告着星王的诞生 影片最后 哥斯拉看向金刚手中的巨斧 金刚顿时明白了一切 他依然舍弃了这把哥斯拉被其制作的巨斧 德斯拉在嘶吼声中回归了海洋